好,这个花莲门诺医院正在新建健康管理中心大楼 那么县员张美慧以及花莲县妇女成长关怀协会的干部姐妹们 特别是前往公益捐赠了3万元 作为东部老人际生脏医疗照护专案 为缴聚一支儿童附件,吞咽治疗等服务来筹募治疗空间的建设费用 花莲门诺医院正在新建健康管理中心大楼 19号上午县员张美慧以田志宣文化艺术基金会 和花莲县妇女成长关怀协会的名义 带领着干部姐妹前往公益捐赠了3万元 所以今天我们就带着2万元的捐款 是希望文诺医院的健康管理中心在这个推动的过程当中 在经费的筹目上能够获得更多人的支持跟响应 我们这是一个抛砖引玉的一个工作 那今天田志宣文化艺术基金会也捐赠1万元 我们的好朋友捐赠 所以今天带来3万元 那这次能够再为老人家 这个长辈还有这个生长者的一些 医疗照顾的这个建设空间 能够注入心力我们也觉得很开心 那希望更多人能够来支持门诺医院 也能够让这个健康管理中心能够早日的来新建完成 来营运来照顾更多需要照顾的对象 张美惠表示 这笔捐款将作为东部老人及生长医疗照护专案 为缴居一支儿童附件吞咽治疗等服务 来筹募治疗空间的建设费用 张美惠表示 协会干部也十分感谢门诺长期守护 东部乡亲健康的努力 居住汇幻市报道